网友留言问我 小红 我下个月想买吉利新月L 不知道它的发动机质量到底行不行 能不能用着 到底是用的沃尔沃的发动机技术 还是吉利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技术 能用着吗 你给说一说 那么我想问一些视频前的网友朋友粉丝们 有没有吉利汽车的车主 在使用过程当中 发动机遇到了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说到吉利汽车发动机是不是自主研发 肯定评论区会炸锅的 肯定是说啥都有 就是一个谜 吉利汽车靠着收购沃尔沃上位的 与其大把资金去搞研发 不如花钱买个现成的 当然了技术也是通风铭静的 这个也很好理解 也不用抬杠 小胡子认为 只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才是最要的 一没偷 二没抢 花钱办事 没毛病 吉利与沃尔沃 合作共同开发了许多的汽车零部件 吉利汽车 借鉴了沃尔沃成熟的一个发动机技术 吉利这个2.0T发动机 2019年投产 主要就是搭载的新月等车型 新月R呢 全系搭载的是沃尔沃这个2.0T沃尔沃发动机 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该发动机采用了全铝材质 在轻量化 第2号 NOS经营方面有着显著的一个优势 均配备了小贯量污轮增压器 并有超增压模式 缸内支喷 连续可变气门正式技术等 采用了高效的缸内支喷污轮增压技术 具有更好的汽油经济性 更小的排放量 但是得缩加95号汽油 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条件 自动调节气门的开与合 帮助车辆获得更好的一个动力输出和汽油的经济效率 低速响应更快一些 发动机达到一轻转的时候 温轮增压就可以接入了 就可以输出160的扭矩 低扭表现会更好一些 当发动机达到1800转时 就会输出最大的350扭矩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极力的发动机呢 开着用着质量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油耗呢 跟同级别同价位的2.0T相比呢 油耗略微高的没丢丢 油耗呢不是那么特别低 中规中距的水平也不是特别高 和咱们这个长安呢 还有这个哈佛他们发动机的油耗啊 都差不多啊 但是国车车20T油耗比较低一点的 动力更主要的是其他那个20T啊 所以说极力这个发动机用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现在新款的极力新丸 都用出了爱新的8IT变动箱 变动箱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悬架底盘 借鉴了这个沃尔沃的一个悬架底盘 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总而言之这个车子 这个价位 性价比还算是可以的 不算是最好 但是也不差啊 绝对是中上等水平 这个车子还是完全可以购买的 包括它的这个车身安全这块 还有内饰的做工业的方面 都是非常不错 很优秀的 那你有开过买过这款车子的小伙伴 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